各位大话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彭博 非常开心啊 今天是我们大话西游20周年的跨年音乐会 所以啊 今天我们为了契合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啊 我怎么说呢 我也是有备而来啊 来来 音效老师来 这个就是我们脱口秀最常见的一个技术啊 音乐形式是吧 假笑 我今天也音乐脱口秀好不好 咱们今天就 我就跟这音乐老师咱俩就配合好啊 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罐头笑声的BGM这样讲 来了就注意啊 开始了啊 今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是我们大话西游20周年的一个好日子 所以在 不是老师 是你 你听我的节奏好不好 这这里根本不是一个笑点啊 你听我节奏啊 咱俩配合 今天你很重要 好吧 放错了啊 继续来啊 我觉得一款游戏能坚持20年的时间是非常难得的 今年我听说大话西游已经走到20年的时候 我都非常震惊 因为据我所知就是作为一款游戏 老师老师 这里不光不是一个笑点 甚至都没有标点符号 它都没有停顿 你为什么要放笑声 你跟我配合好好不好 就是不然咱们今天这个表演就非常的垮 你知道就是在音乐前后 咱们配合好不好 我就说据我所知好不好 大话西游 走到今年已经20年了 就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撼 是吧 因为据我所知 历史上真实的唐僧 他去西游 他一共也才花了17年的时间 他走了那么远 17年的时间 我的罐头笑声了 老师 我这已经是笑点了 是不好笑吗 你放罐头笑声 可以了老师 这非常及时 行 我想通了 我决定回归传统透口秀了 我觉得音乐透口秀不行 老师你下班吧 好不好 给老师盒饭工资结一下 好不好 我正经讲透口秀了 今天咱们忘掉前面的尴尬 咱们聊一聊玩游戏这件事 我觉得玩游戏能不能脱单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因为对于我们现在这批人来说 游戏里面的社交属性 真的已经渐渐超过 它的娱乐属性本身了 我现在观察我们公司的年轻人 玩游戏目的很单纯 就是为了找对象 完全不是为了玩游戏 在游戏里找到对象之后 发现游戏里的对象 目的也很单纯 就是为了骗他的装备 这种怎么说呢 还能理解还能想象是吧 最气人的是什么 最气人的是游戏里有一类人 就是男生专门装作女生 骗对面人的装备 我有一个朋友 就有这种惨痛的遭遇 他在游戏里碰到一个人 就觉得声音特别好听 特别喜欢人家 就送了对面这个女孩 好多好多的装备 我就问他 我说你最喜欢这个女孩 什么东西 他说我最喜欢这个姑娘 银银般的嗓音 结果最后知道是吧 对方竟然是个男的 最后就只好跟人家 断绝关系 是吧 非常的伤心 我还问他 我说你咋了 不相信爱情了吗 他说不是 还是相信爱情 但我不相信银铃了 非常过分 对吧 其实啊 打游戏到底能不能脱单 这个问题 好多年前 大话西游就给了我们答案了 因为 因为我自己都记得 在我当年上学的时候 就有好多年轻的男孩 女孩 已经在大话西游里边谈恋爱了 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入坑了我们大话 是吧 当时我就能感觉到 是吧 目的不单纯 因为刚玩没有两天 他就跟我说 我在游戏里 找了一个女朋友 是吧 每天在宿舍里喊 我感觉我陷进去了 我感觉我陷进去了 我当时还在想 大家睡的不都是宿舍的硬板床吗 你怎么陷进去了 不知不觉啊 大话西游玩了一个暑假 是吧 还在游戏里 他们两个登记结婚 结完婚 我那个朋友才知道 对面那个女孩 为了省一点这个点卡 女孩跟她的表哥 用的是同一个账号 白天呢 是这个女生在玩 晚上啊 就是这个女生的表哥在玩 我朋友当时都懵了 是吧 就是哭着喊着跟我说 为什么我晚上的时候 喊这个人宝贝 他还是会答应啊 直到实情之后啊 我朋友就非常受伤害 就删游戏了 但是今年是我们大话的 20周年 所有的老玩家都回来了 他也上线看了看 结果发现 他跟这个女孩的表哥啊 还保持着夫妻关系 怎么说呢 相如你末 整整20年 这么一想是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这些老玩家 确实都老大不小了 前几天 也是因为大话20周年 我又借这个机会 把我们的老同学 又召集起来 是吧 一起我们说 去网吧 回忆一下我们的青春 然后大家就玩游戏 然后聊天 调侃我们兄弟 这么多年 还在玩大话 是吧 也没什么太多的变化 聊着聊着呢 也就像很多同学聚会一样 开始聊现在的生活 聊大家平时的日常 聊一些感悟 聊到最后 网吧的网管 都有点懵了 说 这个大话 这个游戏 20年了 进化这么厉害吗 现在是 现在是哪个副本里边 能刷出五显一金来啊 然后我还发现一点 就是很多 我们大话的老玩家 就是男生的老玩家 他们的女朋友 或者是太太是吧 对他们玩大话戏 其实没有太多意见 这跟很多游戏 都不太一样 这跟我们认知中的 两性关系 也比较少见 所以我就问他们 我说 你们难道就不反对 自己的男朋友 打游戏吗 他说打游戏过渡 确实不太好 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你想大话西游都 20年了 他还在坚持玩 也没有换游戏 是吧 一看就非常的专一 听完呢 我就留下了 悔恨的泪水 是吧 完全没有想到 是吧 我 龚博 竟然有一天 会因为游戏换得太勤 被人惯以 渣男的称号 而且我还完全 没有办法反驳 对不起 我不配 大话西游到现在 已经20年了 很多的老玩家 都从学校里的学生 到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 不管是在游戏里 大家是多么威风的 什么人魔 仙族 还是龙族什么的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 现实中 大部分都可能已经是 被磨灭了 激情的上班族了 我相信 许多兄弟姐妹们 为什么坚持玩 这样一款游戏 玩了这么多年 一定是这款游戏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承载了不同的意义 可能是游戏里这些 打动我们的玩法 内容 剧情 设置 当然也很有可能 是每天期待 你的好友栏里面 会突然重逢 当年的兄弟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我自己身上 前几天 我有我那个朋友 大学时代 结婚的对象 突然又上线了 也不知道是那女生 还是那个表哥 他就马上在我们的群里 就发了这个消息 我们就赶紧窜到他 鼓动他 说你给对面也发个消息 也联络一下感情 说他就发 你还记得我吗 对方就回 你是谁 这是我老公的号 你认识他吗 他就只好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怎么说呢 我是你老公 以前的老公 你老公呢 以前是我老婆 你好 你好 好后面 后面还有一段 更加精彩的音乐表演 这表演我自己看了 当时都非常的期待 它是一个二胡 对战索纳的表演 而且名字叫英雄谁数 你说这个英雄 到底会谁数呢 是二胡还是索纳呢 要我说 还是都不如我们的 罐头笑声厉害 对吧 就是 你没有走 你终于放对点了 我觉得你可以 我觉得下回大话戏 有30周年的时候 咱们还可以合作 好不好 很不错 保持住 谢谢大家 我是方舟 大家好 我是方舟 今年的舞台 对帅哥这么严格吗 朋友没有见面了 今天能见面就很不容易 我们这群人 上半年的时候 一直都在上海 在家待了两三个月 你知道能出门之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第一时间 我就去做了个按摩 因为很久 没有时间体会到那种 你花起来的 就能买到服务的感觉了 然后当时我趴在床上 在那按着按着 我发现我背后师傅 突然不按了 我正纳闷的时候 那个师傅突然 你是磅礴吗 很感慨啊 60多天了 第一次见陌生人 是从那个洞里 我俩在那里面的 四目相对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说 我说朋友 脱衣服之前 为什么没有认出来啊 而且在上海 就是刚开始在家的时候 物资也很不充足嘛 而且我个人 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感受 去年我在节目里 我不是讲了一个 蔬菜盲盒的段子吗 对 遭报应了 因为当时我贼嚣张 我在台上 我说蔬菜这种东西 是不可能卖盲盒的 我哪能想到是吧 预言家乱跳啊 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 当时确实很困难 很困难 就是连什么 很多东西都很难买 鸡蛋都不太好买 我还发了一个微博去抱怨 好在我这些朋友是吧 人都很好是吧 有七八个朋友 各种途径 给我送来了两百多个鸡蛋 七八个朋友啊 一个送西红柿的都没有啊 这群特口学演员的智力 真的是 到后来我家都用鸡蛋饼 卷着荷包蛋 蘸鸡蛋酱吃 后来我都崩溃了 我看着那些鸡蛋 我都想是吧 我要是会复蛋就好了 我都恨自己 我当初为什么要上交代呢 而不是复旦 你居然介绍给啊 我跟王建国一起演办 才是有后遗症的 而且我当时是跟我老婆 两个人在家 我开始对婚姻 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你知道之前总听人抱怨 说婚姻里如果只剩下柴米油盐 酱醋茶 会特别的枯燥 特别的乏味 那两个月我一想 那也太幸运了 就那两个月 这七样东西 我家就没有凑齐过 但凡有三个 我都吃上茶叶蛋了 而且当时有两个月时间 一直都没办法理发嘛 我头发特别长 已经长到这了 我每天就在那甩 我每天起来像有一个异形 抱在我脸上一样 我这段时间都理解刘欢 为什么是那样唱歌的了 而且你懒得收拾嘛 我都说 我都甚至想 要不今天就单独洗个刘海吧 直到有一天啊 我开始发现 事情有一点点不对劲了 当时我跟我老婆 正准备睡觉的时候 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 你压我头发了 结婚七八年了 恕成姐妹了 后来 后来我老婆就开始 帮我那个扎辫子嘛 刚开始就是扎一个 那个小啾啾在头上 后来随着头发越来越长呢 我能接受的底线 也越来越低 到最后啊 怎么说呢 双马尾造型的我呀 可爱程度 直逼王心灵 就是 就这个造型虽然很诡异啊 但我发现 它对夫妻感情 其实很有帮助 就是不管你两个人 怎么吵架 怎么冷战是吧 只要我抒起我的双马尾 对着我老婆 爱你 他再不想搭理我是吧 至少也会跟我说一句 恶心 其实我还挺庆幸 是两个人在家的 你知道 因为可以互相照顾嘛 我刚开始还想 就比如说像我老婆 生理期 大姨妈这几天 我就多做一点家务 想得挺好 后来发现 根本做不到 也不是我的问题 女生朋友们都知道 对吧 两个人在一起 时间长了 生理周期是会同步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几天也很烦躁啊 不是很想碰凉水啊 要是能买得到红糖 我也想喝一点 说了这么多 都是苦中作乐 好在都已经过去了 希望我讲的这些 大家也都永远 不用再经历一次 希望这个世界上 也再没有蔬菜盲盒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宝宝 听完我同组 这三位中年朋友的讲述 我真的觉得 我太幸运了 活这么长时间 没有创业 没有孩子 甚至还拥有 第一段婚姻 人类学的奇迹 我简直 但我现在最近 也有我自己的问题 我最近开始 沉迷游戏了 而且很丢人 我沉迷的不是 什么正经游戏 就是那种 你刷短视频 刷着刷着 会刷到的弱智小游戏 就是那个 开局就送黄金装备 一刀下去 99999 我跟你说 刚开始我也觉得 我说什么东西 就是师兄弟 就来砍我 这玩意儿怎么会有人玩 对不对 玩着玩着 发现挺好玩的 是不是兄弟 怎么不早点来砍我 而且刚开始玩的时候 觉得很丢人嘛 我就鬼鬼祟祟的 别人一看到我手机 我就赶紧锁屏 时间长了 我老婆都开始怀疑我 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我说有什么人 都是兄弟 但我发现 游戏是一步一步 降低人的底线 你看我最开始 肯定不好意思 让别人知道是吧 打着打着打不过了 他跟我说 分享给好友 能获得钻石 我内心就天人交战 犹豫半天 我发给广志 我说那个 是兄弟 就帮哥点一下 广志说哥你来晚了 忽兰哥已经 让我帮他点过了 我说行吧行吧 也是好事是吧 忽兰带你玩这个 总比带你朝古墙 而且游戏里是什么样 就是你看广告 可以复活 我发现我人生里 从来没有那么喜欢 过看广告 后来我都抱怨 凭什么这个游戏 一天只能看十次广告 然后广志过来说 哥你可以冲钱 我说冲钱是可以复活吗 他说不是 但是冲钱一天 可以多看十次广告 反正最后就是 两头冲钱 把在视频网站里 冲了会员 跳过的广告 一个一个 全都亲手看回来了 我发现他这个机制 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他要跟我说随便看 我也不太想看 但是跟我说 一天只能看十次 我冲钱也想看 就像我们这个 天花班舞台 你们知道怎么回事 在这上来下去的 隔在工地 这个就叫升降机 但是现在跟我说 是荣誉 不是随便谁都能上的 我就好想得到它 以前你问我 讲脱火秀目标是什么 我说当大王开转场 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坐这个敞篷大电梯 而且 也是因为沉迷游戏嘛 就没什么时间干别的 但是有一点很尴尬 你知道我这些朋友 他们好多人都总觉得 我是那种爱读书的人 老问我最近在看啥书 我就特别尴尬 我说哎呀 最近也忙着 书我就随便看点 那种小的那种 那种小小的红书 那现在确实也不看书 真的不看书 最多就手机 什么微信读书 这些APP上看一看 我很喜欢微信读书 有一点很好 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有礼貌的APP 你想每年到了年底 各种APP都让你去朋友圈 分享那个年终总结 是吧 你今年听了多少歌 跑了多少步 看了多少电影 微信读书从来不这么做 因为它知道 分享出来很难看的 干嘛呢是吧 今年你打开了243次 微信读书 每次停留了三分钟 你喜欢的一定是 《红楼梦》的第一页 是吧 因为你看了15次 都没舍得翻过去 但是7月9号那天晚上 对你来说一定很特别 是吧 因为你读 《重生之我在大明当黄飞》 读到了凌晨5点 所以我觉得微信读书 它最好的就是诚实 是吧 人家谜底就在谜面上 微信读书 你就微微地相信 自己在读书就可以了 我现在也不看书 就是在短视频里 一不小心就把书读了 我发现短视频里 现在就没有 绘色难懂的书 我小时候根本看不懂 什么《红楼梦》 我现在发现 好简单啊 就是有个女人叫小美 她前世是一颗 酱猪仙草 还有个男人叫小帅 小帅爱上了小美 但小帅娶了别人 小美一伤心 哭着就把花埋了 最后所有人都死了 《红楼梦》就是这样一本书 告诉我们世事无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不必强求 但是自热火锅的价格 我已经把那牙打下来了 链接就在评论区 我发现短视频 就是能解构一切的东西 我现在在短视频上 已经读完了《红楼梦》 弄懂了哥德巴赫猜想 还顺便学会了好几十种早餐 全家都爱吃 我经常刷着刷着就感觉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今天已经学会太多东西了 彻底学到位了 接下来三个小时 只能全看小姐姐跳舞了 所以今天我很感谢大家 愿意看完我这段表演 毕竟同样的时间 你已经能在短视频上看完两遍《红楼梦》了 飞一点上 脱口秀比《红楼梦》幸运 当然也是我们的不幸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黄沫 谁太了 弥北 对 好了好了 我已经不相信你们说的话了 广直上来也是帅 智盛上来也是帅 好了好了 谢谢 谢谢各位 今天真的是 非常紧张 非常压力大 非常卷的一场比赛 但我觉得今天要聊压力 我其实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上海 你知道这种大城市 还是给人非常多的紧张感的 我刚毕业的时候租房也没钱 租了个阁楼 阁楼屋顶是三角形的 我给我爸妈拍了个照片 我爸妈笑话我说 儿子你在上海给人看金字塔呢 确实很别扭 你知道就是 我那个床在整个屋的角里边 就是怎么形容 就每天起床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走到屋中间才敢伸懒腰 我每天重复一遍 这猴是怎么变成人的全过程 而且 我上班之后也是被迫学会了很多东西 如果你不工作的话 我永远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冰美式 不上班你是吃不了这种苦的 我觉得没有人第一次喝冰美式会特别喜欢 对吧 太苦了 拿这个提神跟拿棍子直接论我有什么区别 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就想 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难喝了吧 直到半个小时之后 我这杯冰美式变成了常温美式 我当时就是程序员嘛 我每天就坐在格子间里 喝冰美式 在那写代码 我觉得如果月王勾剑看到我 都会说 手里的胆突然不苦了 还是你们对自己狠啊 我现在已经适应了 因为我可以搭配一瓶经典超绿牛奶 每百毫升含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两倍营养 冰美式直接变冰拿铁 好喝到隔壁勾剑都馋哭了 我感觉就是大家对自己特别狠 这个事是全方位的 经常我去公司前台拿外卖 我看到别人点的外卖 我发现我整栋楼的同事都在断碳水 我感觉这样下去 明年咱们就能解决全球的碳排放问题 甚至最极端有一次 我加班到半夜一点多 我想点个夜宵 我说放松一下 我竟然看到外卖上还有卖沙拉的 我说谁半夜一点还要吃沙拉呀 除非你是一个刚来中国 还没有倒过时差来的美国人 又睡不着又想家 插着那个小番茄跟鸡胸肉 嗯 妈妈的味道啊 我觉得在老家生活 我就完全没有这种紧张的感觉 就生活就随意很多 我甚至有一种没有规则的感觉 同样是点外卖 有一次回老家 我晚上八点点了个外卖 迟到了十二个小时 按外卖软件的规则 他应该赔我四千五百块钱 第二天早上外卖来的时候 我妈都混乱了 心情很矛盾 我儿子又吃外卖 但我儿子好像还是吃早饭了 但是早饭吃烧烤 是不是也不对啊 而且你知道在上海待久了 就是很讲究规则嘛 你们也知道 比如火车高铁什么 发车前五分钟就不能再检票了 有一次老家 我到那个检票口的时候 就只有三分钟了 本着一个上海人 对自己道德的严格要求 我在那遗憾 遗憾 然后观看着我说你干嘛 我说我就三分钟了 进不去了 那你怎么还不跑啊 你没有腿吗 我不能开这个炸鸡 你跳啊 我最有感触的是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去上海已经十五年了 但今年过年是我 第一次坐飞机回老家 因为老家就小县城 然后今年才修了机场 机场修的也很小 我刚下飞机 我还在那找百度车呢 我已经看见开黑车的了 而且那个机场很小 就是每周只有三天有飞机 然后一天也只有两班 一班去北京 一班去上海 我回上海那天 我爸妈让我提前 四个半小时去机场 我说去那么早干嘛 她说上次那些 没赶上去机场等了四天 去呗 有什么办法 去得太早了 你们等过机场开门吗 你们见过机场锁门吗 你们见过一把 悠行锁就能锁住的机场吗 我站在那都怀疑 如此简单的安保措施 里面有没有飞机呀 而且小机场 一切都非常的随意 我去了发现 连什么航班时刻表都没有 想看看我飞机 有没有延误 我就只好去柜台 问那个工作人员 我说去上海 航班有没有准时 有没有延误什么 她看我眼神 什么延误不延误的 人到齐了 咱就飞呗 你这样一看 外地来的 你抄一下 你看这有电话 你抄一下就有电话 下次要是路上堵车 什么来不及 你打电话 我让航空公司等你 直到最后坐上飞机 我已经系好安全带了 坐在那 我都不太确定 自己坐的到底是不是飞机 因为机舱门关上的前一刻 空姐冲着外面喊了一句 去上海的还有吗 不过在那个时刻 我真的听到了一个声音 说我要去上海 我仔细听了一下 是18岁的我自己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宝宝 谢谢大家 谢谢 又要PK了 不是很想PK 尤其跟邱瑞 你们不知道 我们是全公司 最像三星堆的两个人 确实每年比的都挺不容易的 而且今年格外的难 前两天我在刷那个朋友圈 我看到我有一个 做综艺节目的朋友 他在筹备一个新节目 名字叫种地吧少年 他是要一群 手无腹肌之力的男生 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 用六个月的时间 种出一万斤粮食 我当时就明白了 主要就是面向 这两年在家 待业的这帮爱豆 对吧 真正的男团在就业 我问了一下 听说已经有 三百多个爱豆报名了 没想到是吧 爱豆爱豆 爱豆最后是土豆 我就希望这个节目就好好做 对吧 也别搞那些什么综艺套路 别跟我们似的什么PK淘汰 是吧 不要有人种着种着 发现自己快要赢了 第二天起单 发现对手把自己的锄头藏起来了 就好好劳动就行 我觉得这样啊 节目录完 以后谁都不要再批评 爱豆基本功差了 你想人家那个技能 唱 跳 施肥 打药 联合收割机的维修 母猪的产后护理 我觉得干脆就更极端一点 是吧 节目里收成最好的四个人 咱们直接原地成团 新一代的F4 是吧 Farmer 4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我感觉这两年 节目像一个连续剧一样 你看 姐姐在那乘风破浪 哥哥在那披荆斩棘 还有一群少年在种地 你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啊 他说因为我们想过向往的生活呀 节目还没录 人家身上还没录 不过说了说 你们是不是还挺想看的 我也挺想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种抓人眼球的东西 越来越多了 有个特别火的新闻节目 说的是啊 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 但是你一听 有人花了好几万 闻了一个这样的眉毛 这我必须得仔细看一看 短视频上还经常有那种 洗地毯的视频 我都反思 我为什么爱看这种东西 自己不爱做家务 看别人做家务 特别来劲 按说一个地毯都脏成那样了 咱干脆就买一块新的 对吧 脏成这样都不扔 只能说明很珍贵 但是这么珍贵的地毯 又是怎么脏成这样的呢 我唯一见过的又珍贵 又全是泥的东西 只有出土文物 但是刷文物 都是拿个小刷子在那 一点这样 没有人说拿个高压水枪 是吧 再织一个手机 家人们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冰花泳的底色 到底是什么 哪怕是体育比赛 你比如跳水 这种观赏性很强的项目 点击量特别高的 也很有可能是那些失败激进 那是真正的 一切皆有可能 是吧 就是谁都知道 是吧 这个大哥跳下去 一定有水花 但是谁都想不到 能有这么大水花 那个水花大到什么程度 是吧 就好像你在互联网上 说了一句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今年的领校园 还挺懂脱口秀的嘛 经常是看那个大哥跳水 出发的第一步就有问题 是吧 但你看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整个过程 哎哎哎哎哎哎妈妈我爱你 看完了之后 让我这种普通人 也产生了尝试一下的冲动 是吧 你就感觉 只要不怕疼 我上我也行 说了这么多呢 还是希望大家 能把注意力 放在真正应该关心的地方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宝宝 一会儿直升上来 不要这么夸好不好 我在上面听的时候 总有一种 你们全程在听 刘老师上课是吧 我们课间的时候 偷偷来讲几个 脱口秀的感觉 今天跟大家聊点 轻松的话题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位家庭成员 我去年呢 养了一只小猫 你们有人养猫吗 可以鼓个掌吗 真的很可爱 我的小猫真的太可爱了 它刚来我家的时候 只有这么大 然后头就占了身体的一半 一头身的小猫 我发现一个规律 小动物是这样 头占身体比例越大 越可爱 不信你想象一下 成鹿跟梁海元 是不是莫名其妙 成鹿可爱一点点 而且养猫让我发现 自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外贸协会 当时我去猫社 老板在那介绍 说这个品种就是长得一般 但是性格很好 很粘人 这边这个就是脾气差点意思 但是以后就超可爱 我当时就说 给我来这里边 那个性格最差的 我要那个最孤僻的那只 我老婆当时就笑了 我说你笑啥 她说这跟我当初 选择你的理由是一样的 而且养了猫之后 大家养猫的朋友都知道 你很快就会体会到一种 当父母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发现 我如果真的做了父亲 我一定会是 溺爱孩子的那种父亲 你知道小猫来我家 第一天我就开始不对劲了 我现在在家 发出那种可爱声音的频率 比小猫高多了 经常就是小猫正常的 趴在那吃个饭 我就在那 喵喵喵 这是谁家的小猫咪啊 你知道那个猫 就跟看变态一样 看着我 你自己都会 你买我干啥 而且就像父母一样 我还会按照自己的喜好 打扮他 根本不理会他的想法 我们给他买了好多小衣服 你知道我家小猫 现在有 可以穿成小狗 可以穿成小猪 可以穿成小恐龙 他甚至还有一件 小猫的衣服 一个帽衫 帽子一摘 还是小猫的 你底就在迷面上 我还拍了好多 他穿着那个小裙子的照片 发到了我的家庭裙里边 我说你看可爱不 结果我妈发了一张 我小时候打扮成 白雪公主的艺术照 你小时候也很可爱 我说好了好了 妈妈不要说了 好吧 想你了 过来再回家 帮你把手机 格式化一下 其实养猫来说 对我来说是一个 刚刚好的程度 就是我需要付出的感情很少 但小猫对我的陪伴 是恰到好处的 你知道 我觉得现在人压力 就是太大了 养狗对我来说 都有点太热情了 狗就是特别主动 你知道你一回家 狗已经在门口等着你了 回来了 玩会儿 玩去 出去散步 别走 走 又可爱又烦人 跟一个精力充沛的小北一样 而且我觉得小猫之所以 这么可爱 就是因为不会说话 所有负面情绪都很萌 你想如果小猫会说话 根本没有这么可爱 我在那 我说这是谁家的小猫咪啊 他说我都相当于 人类45岁了 你叫我小猫咪 叫咪哥 给他穿那个小狗的衣服 都是你咋想的 给你哥穿这玩 你是真的狗啊 就算我带他去医院 我在那鼓励他 我说你个男子汉 做个绝育手术 有什么好哭哭啼啼的 可是绝育了 我还怎么做男子汉啊 瞄了个咪的 我觉得这也是 这也是我们人类 不可爱的地方 人会说话 现在不管你上网 你干点啥 你都能听到一万种 反对你的声音 一句顶一万句 你在那发个自拍 他问你 你穿成这样你爸妈知道吗 你发个脱口秀 他说你这个东西哪好笑了 哪怕你看个刘更宏 都有人问 你每天这样跳膝盖不会坏吗 过两天是不是就要直播带货圈钱了 你穿成这样跳你爸妈知道吗 你知道小猫 我养小猫 它给予我这个 慰藉最多的时候 就是今年春天 我们所有人都在上海 当时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我们关在家 全靠这个猫来抚慰我们 我俩就是七乘二十四小时的撸小猫 歇人不歇马呀 都快给它撸成乌猫猫了 我觉得当时小猫 是我们家最想出门的人 要不我找个猫咖上班吧 人家还管饭呢 不过也是因为小猫 能让我在那个时候 拥有很多平静的时刻 我经常就是自己 在沙发上这样靠着 然后小猫 在我身上趴着 那个时刻我就感觉 世界上所有事情都不重要了 哎呀 又有明星 他防了他呗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 核酸要过期了 不出门了呗 无所谓 错过去 大会只有4.8分 我们活该 随便毁灭吧 我觉得小猫至今也不知道 那段时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他也不知道 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是小猫 真正可爱的地方 如果我们做不到互相理解 至少可以不要互相伤害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沫 我们这段时间都一直住在同一个酒店 每天就在屋里写段子 写到凌晨 那前两天 凌晨四五点 我刚躺下 楼上光光找我天花板 特别吵 我说谁呀这么没有素质 难道是要跟我比赛的这帮演员 那是 不是 仔细一听是有人在结婚 酒店把它弄成了那个婚房 有人来接亲 我就想上楼理论一下 我刚推开门还没来得及说话 对方看着我 哎 彭博 那那个婚礼摄像 卡就转过来了 还有人在那怯怯思语说 人家这个接亲怎么还有神秘嘉宾呢 我能怎么办对吧 我就只能 恭喜恭喜恭喜 百年好喝 百年好喝 早晨五点半啊 被摁着讲了三个段子 从来没有这么早搞笑过 说出来都难以置信 帮新郎解了一道数学题 跳了两块指牙板 我觉得人家这么客气 咱也要周到 对吧 临走我连分子都随了 那是 问我说 说您是那个男方的还是女方的 我说你是下方的 我发现一个事儿其实 在他们刚认出我的时候 我还是挺想跟他们讲讲道理的 但是摄像机开始拍我之后 我发现我没办法讲道理了 我第一个想法是 我今天好像没有做发型 我就只能恭喜 不然第二天 我就会出现在一条视频里面 是吧 脱口秀演员 蓬勃 蓄意破坏他人婚礼 而且一个梗都没有 纯破坏 咋回事啊 行业里已经没有家庭 给你能破坏了 我发现 这就是摄像头的威力 现在就是什么拍照 录像 太方便了 我小时候拍照是一个 很隆重的事情 我们那时候还在用那种 胶卷的相机 拍个照要准备半天 我在那 好了吗 好了吗 还没好 怎么回事 永远能拍到最丑的 那个瞬间 而且拍完 送到专门的地方洗出来 拿到照片之后 两个礼拜了 我去过这个地方吗 为什么大家都很开心 只有我是这样呢 所以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我们小时候 都拍过那种艺术照 这点一个眉心 点一个红点 每个小朋友 都像被人瞄准一样 我那一套就两个造型 一个小超人 一个小公主 没有办法 照相馆买一送一 对吧 不然谁想拍小超人呢 但是我很庆幸 我很庆幸 因为就是因为拍照不方便 所以我能留下的那种 不堪回首的历史 是非常有限的 你像我老婆第一次去我家 我妈跟她讲 我小时候的事 说我小时候 跟家里边的狗 抢火腿肠尺 没抢过狗 让狗摁地上一顿打 是吧 我不可能承认 我说没有这回事 狗想承认狗不会说话 然后这个事就过去了 关键是这个事就过去了 因为你没有证据 你能想象 我是现在的小朋友吗 我妈说我跟狗抢火腿肠 我说没有这事 我妈说你看 抢火腿肠没抢过 抢玩具也没抢过 狗在边上 感谢现代科技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 被记录下来 而且互联网的记性 真的有点太好了 有些事我自己已经忘记了 总有人记得 QQ空间 微博 网盘 人人网 时不时弹出来一个 历史上的今天 我甚至觉得 这个功能应该改个名字 就叫过去的我有多蠢 你已经忘记了 时不时提醒你 我三岁的时候 跟狗抢过火腿肠 我高中的时候 拍过这样的大头贴 我十年前是这个人的粉丝 谁呀 不能说 我说了之后 你连我的名字都搜不到了 现在有很多明星 随便干点什么都会被拍下来 但其实大家想一想 现在的小朋友 他们中间总会有人 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 崔健 林一连 李宗盛 在台上 唱尽世间百态 唱尽人间悲苦 唱到每一个20后的 心坎里面去 结束之后 观众久久不愿离去 拿出手机 说我准备发个朋友圈 刷到40年前的今天 五岁的崔健 在唱《孤勇者》 你再一划 他在那学猫叫 在那海草海草 说崔大哥 你会的这么多 很难再说自己一无所有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生活在 别人的注视之下 别人的观察之下 大家就像是 放大镜下的蚂蚁一样 等你看清楚了 蚂蚁也就被烧死了 当然啊 旁边还会有 不明真相的围观蚂蚁 还在起哄 我说快看 它火了 它火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庞博 我牛菜了 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也感谢我这些 还是绿码的朋友们 最后一期了 李大姐说 我们还有个主题 叫 愿你快乐 快乐不止五分钟 录到最后了 终于意识到 slogan不太对劲了 每周看 脱口游大会 快乐五分钟 不看快乐一礼拜 而且我们节目 这些标题 也经常特别夸张 全都是什么 太好笑了 太炸了 杀疯了 一个语言类节目 显得我们语言 非常匮乏 我觉得应该 保守一点 降低一下预期 就像喜剧一样 就随便写写 全忽然凑合 广志还行 蓬勃 忍住了 没快进 别人一看 没快进 有什么好骄傲的 点进去一看 咋忍住的 而且我们都说 每年我们参加 脱口秀大会 就像每年来 参加高考一样 每年都不容易 今年格外的困难 因为我们是按 上海高考准备的 你好发现 是山东卷的 很难拿高分啊 但我发现 我就觉得高考 有一点还挺好的 我挺喜欢的 就是规则很分明 就对错一目了然 你想考完数学 大家在那对答案 别人说 这个是二吧 是二倍根号二吧 你看着自己 算出来的根号价 一百四十三分之 二百七十六 别人是不知道答案 对不对是吧 你是知道 不用对答案 上了大学之后 很多事情就开始 渐渐的就不一样了 考完试 就是你觉得 自己要挂了 就开始给老师 发消息 请您高台贵手啊 祝您身体健康 那个手台的越高 越健康 还有同学 没考试 就开始发消息了 我怕考完那天的 祝福太多 而且就是 这种情况 就是愈演愈烈 到了工作之后 就完全不一样 大家上过班都知道 工作了之后 很多时候出了问题 撇清关系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那我之前 不是做程序员吗 有一次就是 出了一个很简单的bug 就是相当于 一加一等于二 写成了一加一等于三 但是大家发现 第一个一 跟第二个一 不是一个部门写的 结果就非要一起开会 争取把锅甩出去 甩着甩着发现 三是老板写的 问题一下就升级了 从怎么解决bug 变成了怎么掩盖 老板是个傻子 这个事实 东北喜剧的经典问题 请问一加一 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最后一位天才的同事 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觉得是等号的问题 我们改成一加一 小于三吧 这样两个一都开心 是吧 还不用让老板直面二的问题 太聪明了 我觉得这种人啊 就是职场小于号 轻易不开口 开口一定要向着领导 而且 真的就是职场上 工作上这种 看不懂的事 实在是太多了 我最近一次特别不理解的 就是听说 我们公司准备弄一个 什么虚拟空间 用我们这些演员 这种虚拟形象 在里面讲脱口秀 我说是不是就是 电子版的皮影戏 还有什么VR脱口秀 说你躺在床上 戴个VR眼镜 李旦咔就怼在这个地方上 又惊悚又幽默 看着都变形了 放大镜看李旦 预演镜头看虾系男孩 测试的同事还在那问呢 说这个VR看久了 会不会头晕啊 这好像是有点恶心 但应该不是因为VR 那我们老板还说 将来咱们做得好 有机会能发行 属于我们自己的虚拟货币 我说我们就一帮讲笑话的 发行什么虚拟货币啊 欢乐豆啊 老板还批评我 说你不懂 人家愿意跟咱合作 那是百里挑一的好机会 我说那是你不懂 百里挑一 经典娟山有鸡奶 限定约1% 珍稀娟山牛 经典愿意跟咱合作 那才叫百里挑一的好机会 突然完整了 你知道老板为了说服我是吧 还给我看他们的微信群 四个项目合伙人的聊天记录 说这事我们研究的 有多么认真 多么的专业 但是我看了一眼 那个微信群的名字 我就感觉这个事 应该是成不了 因为那四个人的群 名字叫 带你们三个赚大钱 反正就这个事啊 你要问我有戏没戏 我肯定是觉得没戏 但你要问我 支持不支持呢 我肯定还是支持的 工作嘛 开口还是要向着老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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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